哈喽各位小伙伴 是不是已经拿到offer呢 没有拿到的不要着急哦 等一等也许就拿到了 拿到offer呢 就开始要到了准备签证环节对吧 那可能有些人就说了 哎呀加拿大学签太迷惑了 挑战有点大呀 确实嗯和什么英国 澳洲比起来加拿大学签 确实有一点点难 但是别担心 今天呢就来给你们分享一些 关于申请加拿大学签的小建议 嗯希望能帮到这些DIY的小伙伴们 那首先呢我们知道 加拿大学上签证就需要提交的材料呢 就很多可能也比较复杂 嗯我们知道呃你准备东西呢 可能就像你出去旅游就带行李一样 对吧你需要提供 录取通知书啊学费收据啊 银行对上单啊 语言考试成绩证明呀 哎呀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这些是不是就让你想起来了 你说我出去旅游打破行李 是不是很像 总觉得呢会有些东西忘记带 但是呢记住 签证官呢 可不会轻易就放过你的任何一个遗漏 任何一个不准确 no 所以请记住 一定要立好材料清单 按材料清单来准备材料 很关键哦 嗯其实加拿大签证官呢 对于申请人的这个背景和材料啊 审核也是非常的严格 他会呃对这个申请人的财务状况啊 学业计划啊 一些能力啊 各方面来进行一个评估 那得确保你是确实具备这个能力 来到加拿来完成学业的 所以你的每一个材料细节就都可能 就是他怀疑你签证目的这么一个理由 举个例子啊 我们说这个学历问题 可能学历衔接 那他觉得你学历衔接不合理 他就会怀疑你来家大读书的目的 那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资金 对吧 那很多人说 说银行对账单上可能记录 记录的不是很清楚 那这一点呢 签证官也会会想象怀疑 他觉得哎呀 你不是在家大读书的 那你的资金这个信息 这么模糊 这么不明确 你的钱是不是借了呀 来源不明呀 那他就会觉得你的查识状况又不够稳定 那可能这些都会导致他拒绝你的签证申请 而且签证官是很厉害的 他不是说我就看了你的材料啊 我就信你说的 他会通过各种途径去核实 去核实你的这些资料 他可能会给你去学校打电话 会给你本人打电话 会给你的父母 会给你的父母的单位打电话 所以请记住 千万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一定不要在申请材料上面 说话 第三呢 加拿大学生签证这个申请流程啊 我们知道有点慢对吧 就是不是说我今天申请 我明天就拿到了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移民局这个文件 就是尤其这一期间 它积压的也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 签证官的审批结果 这个时间呢 有可能是几个星期 那也不排除是有几个月的可能 所以这里请一定记住 要预留好签证这个审理的时间 千万不要拖到签证旺季 那很有可能就赶不上开学了 那总结一下 第一 要提前准备好材料 不要等到最后一刻 再开始准备 忙中出错 对吧 你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出现错误 导致签证被拒绝 第二呢 你要认真阅读签证申请的 一些说明和要求 一条一条的 仔细分析 并且呢 需要仔细的签写机申请表 那可能填写是正确的 准确无完整的 那第三呢 我们需要提供合理的学习计划 和完整清晰的资金证明 和来源解释 那最后呢 也是最关键的 一定要保证 材料真实可靠 好了 以上就是给各位的小建议 希望能帮助到您 祝您的留学之路 一切顺利 拜拜 拜拜